在台北市南港展览馆外 民众大白长龙就是等不到9026路线客运到来 上个月由新团队接手经营 往返基隆市安乐区与台北市南港展览馆的9026路线客运 近日经常出现许多乘客等不到车 还有行经途中没有座位让乘客上车等情况 立法人蔡思英接获民众反应 也派服务处人员实际到现场了解 确认接风时段的确有严重拖班问题 蔡思英已经要求公路总局依法裁罚 并限期要求业者改善 以符合基隆市民的往返需求 9026路线是市英长期非常关心的一件议题 所以我一直主张是原来的路线跟原来的班次 都不应该做更改 所以各位如果知道我在不同场合都这样的主张 那过去公路总局也配合市英的要求 做这样的一个主张 但是在这个新的市政府上任之后 新市政府回文给公路总局表达支持 符合客运所提的新的变更版本 那我想我作为一个基隆在地的立委 我当然会尊重基隆市政府的意见 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变更的路线 以及新的营运团队 在我们1月底的时候已经正式上路了 可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这一个新的营业者 他没有办法照他的承诺内容 连他该要发车的时刻表都不能够准时 那这个其实是当时我一直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发函给公路总局 那事实上我办公室也曾经也不止一次的到现场 去做机查 那也发现比如说晚上6点到7点的时间 应该要有7到8个班次 灾难港灾难馆要回程返回基隆 可是事实上有多次我们去现场机查 发现只有1到2班的时间而已 那所以大多数可以显现出来符合客运是脱班非常严重 那这部分我也要求公路总局依法来裁罚跟办理 那我也要求他能够按照他现有提供给基隆市政府 以及公路总局的时刻表 按照那个时刻表发车 我认为现阶段维持准班 是符合客运最重要也最应该要做的事情 记者张继腾基隆报道